新北市永和中建橋 包晚是发生了 14辆车的连环车祸意外 其因是一辆水泥浴瓣车 疑似因为没有踩刹车 一路上从桥上往下冲 冲进了正在等红灯的车阵当中 所幸车上的驾驶们都是轻伤 不过这被夹在中间的车子 是几乎快要成了废铁 自车车司机试着倒退 可是车前车后几乎被撞得稀巴烂 希望勉强还能开 发不动的只能请吊车拖走修理 车窗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大批警察变成了清洁工 交通也大打劫 新北市永和中建桥头 直几辆车原本正在停车等红灯 却突然听到蹦蹦蹦蹦 全部撞成一团 路人全被吓傻了 听到蹦蹦蹦 车子都挤出来 很像保龄球式的挤出来 对对对 然后到那边修理车 它卡在那边 还好有那部进口修理车 把它卡住 大家都停下来 那台这儿弄下来 招式的水泥浴板车 重量可不轻 疑似没有踩刹车 一路从桥上往下冲 好几辆车就这样前几后推 几乎成了废铁 招式驾驶被带回征讯 这一状索性人员都只是轻伤 但是这辆车子严重损害 恐怕地面临不少赔偿费用 最终的刘旭的前半位 SNG小组 先别细报道